过去三年我们都因为疫情的关系都没有办法办这样的画展 所以今天这个画展也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 所以今天我们的画展叫福生若梦 那这个梦呢其实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解读 可能是梦想也可能是一些悲伤的往事 那我觉得人的一生真的很短暂 这一次我们的画展就是有黄一辉老师从他八十年代时候的创作 到今天四十多年过去了 他的一生就浓缩在了他的这些作品当中 这种画作为一个背景 就是这个画下去 而且这两个人可以长得像 很多艺术人都会愉快要成为一个好艺术人 但是我们的这种画作为一个开始 那是他的画作为一个很富有的 他在这种画面里有很多 他在这种画面里有什么他看到 他在这种画面里有什么感受 他在这种画面里有什么感受 他们都在画面里有什么感受 谢谢 我每天都跟大自然接触了 所以我的色彩全部是来自于大自然 尤其是过了三年 我们这个三年的疫情的话 我们应该更珍惜生命 更热爱生命 更认识生命来活着真好 今天来的每一位 我相信你们都在这里会看到自己喜欢的一些作品 也会结交到自己喜欢的人 这个也是画廊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所在 就是可以把好的艺术 把好的作品 以及好的人聚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